我们看一下 一个禁止的炮弹 一个禁止的炮弹 爆炸前期这样 那当然 我把它因为它后面会炸成三块 所以我先假设把三块先分布在这边 那一块的质量是 爆炸的时候它先爆炸 爆炸之后呢 这一块的质量是一公斤 而且往北 速度每秒钟12公尺 归速速度 那另外一块呢 这一块呢 两公斤 每秒钟8公尺的速度往东飞出去 对不对 那依照你的生活经验 我问你这一块红色的 会往哪里飞 是不是 左边 因为应该有点要左下嘛 是不是 OK 好 那它有告诉你哦 第三块最弹出去的时候 炸开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每秒钟40公尺 好 可是它就问你 第三块的质量是多少 它这个也故意拐温莫小 应该质量在我们生物上 应该质量是很容易得到的 那它故意也许真的有时候 有些题目里面或有些情况 你就是不知道质量啊 对不对 可是给你这些条件有了哦 所以一公斤 两公斤 可是从题目所有里面 都没有告诉我总质量 也没有告诉我红色这一块的质量是多少 那它给你反而是这些条件 让你就这一块的质量是多少 就会变得相对的 这一块的质量有点难啊 那一样的情况 这个爆炸里面怎么样 我们看的是这个运动的状态嘛 这遵守的运动状态 遵守的定律就是怎么样 这么牛顿运动定律 只是你要怎么定坐标 只是你要怎么看 一个还是两个 还怎么去系统去看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智慧上就是 你要分析的系统是谁 那我是整体的 那你这有爆炸的力量 对他们来讲是属于什么 是不是内力 对不对 那内力的时候接下来怎么样 你外力核呢 有没有做其他力的 照他这个意思就是重力就是抵消掉的 只剩下就是炸开这个力量 那所以你外力核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横等0 那什么意思 牛顿的讲法就是总运动状态 怎么样 是手横的 对不对 那你假如要求速度的关系 当然就是总重量 你的爆炸之前的总重量 对不对 0 会等于爆炸之后是不是有3块 对不对 3块的总重量加起来要等多少 是不是0 等于之前的爆炸之前的 OK 那你们发现老师这也用P1P2黑色 红色的P3用红色 为什么呢 因为P1P2是不是都是已知的嘛 因为他有告诉我质量速度 质量速度方向都有 但是P3里面是不是隐藏了一个 他要求的M3 好那怎么办 所以用这样去看哦 先要一点点向量处理哦 所以我的P3 是不是等于把这两个移到左手边 是不是变成负的P1加P2的负的方向这样 是不是 那这样意思是什么 你第三颗这个炸开的它的重量 是不是另外两个重量 支合什么支合 向量还是纯量支合 是不是向量 那你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我图示你们看 是不是第一个的动量是不是12 质量是1嘛 这是12嘛 所以乘起来是12 另外一个的动量呢 是不是2 8 是不是16 是不是 那这16整个两个加起来 什么是两个加起来 是用你这里不需要用定座标 你直接用平行四边形法 这个划过去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P1加P2的项量 可是你的P3在哪里 是它的怎么样 这个负的 表示跟它的方向要怎么样 是不是相反过来 所以你看跟我们这里是吻合的 这样没问题 方向要在这里 好 所以我们这个大小是多少呢 我这里就不用算了 这里知道必是定理看的结果 这12 16 好 那这一个斜边会多少 16 12 那这个会是20 有问题 好 那你20算出来 这个动量是20会等于什么 是不是它的质量 这一块第三块的这个质量 去乘以它的速度 40 所以这一块的质量就会等于多少呢 是不是0.5公斤 对不对 好 那它方向 第二小题 它问方向 那方向从这个几何关系 这个12 这边是16 那就知道这个角度 就会是这是3比4的关系 就是345 那个这角度就大概 大约是在37度 所以西 因为这边往这边是东 这边北 所以左手边西 偏南 37度